千万千万不要再回去了 OK 算是我发点善心提醒大家 你回去了 中共的有些通知北京都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 40万医疗费都已经明码标价了 这隔离费平均是三五百 有些人最高的说是七八百 隔离14天就一万多块钱 有些人都在那个旅馆里面直接把那个录像给拍出来了 还有些火神山是回去的民工 参加火神山建设 被中共吹得上天牙英雄 回到他原地 就隔离14天 隔离费还要他自己出 又给他们宰一把 所以这种情况在美国是绝无可能出现的 OK告诉大家 我说话是负责任的 所以这是疫情 关于疫情 我希望大家知道 第一西方国家 欧美国家 很快 这个那个PK那个高峰已经到了 现在往下走了 所以以后会变成常态 也不会马上结束 但是这种常态 社会是可承受的 比方说美国五月份可能开始复工了 四月份以后就可以 四月下旬以后就开始陆续 又恢复正常 那么 所以美国的经济马上就会重新 这个起 开始 重启 美国财务部长的说法就是 美国五月份的经济会重启 而且美国这一次重启以后 美国的经济会有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 这个我不展开讲了 大家也要明白 所以 这个时候 实际上的进股市 实际上的在美国投资 在三年以后 你们都会来赶去谭百桥 我告诉大家 在一个星期以前 我告诉一些朋友了 让他们进股市 现在到了低谷了 一个月 这个一个星期就涨了 平均涨了百分之十几 不是百分之十几 我告诉那些朋友 让他们买的都是那些 游轮股 航空股 什么独产股 都是涨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比方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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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八块 涨了现在十二块 就涨了百分之五十吧 比方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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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赌场 从四十几块 现在涨了七十几块 快了翻倍了 就一个星期 比方说 这个 还有这个 City Bank 在里 公司 就是 就是连这种银行 都涨了百分之二十几 所以 就是说 掉的比较低的钱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 都涨得很凶 但是有些股票 它基本不动的 所以 像有一些那些 美国的那些传统企业 像可口可乐 什么的 有一些公司 它就是 你不管怎么样 它公司不太受什么影响的 所以 它的股票也跌得不凶 它涨的时候 它也涨得不凶 所以 跌得凶的那些股票 它这次涨得也凶 所以说 你看起来 好像只有百分之十几 实际上这些股票 都远远超过百分之十几 一天都涨百分之十几 所以 那我 跟朋友们的建议都是 跌得最凶的 进入了敌果的